新华社卡土木十二月十四日点,记者马一冲雄家雷,当地时间十四日上午,中国第十五批副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与即将轮换,回国的第十四批维和工兵分队,官兵在苏丹法西尔除营区举行轮换交接仪式, 这是中国复苏丹维和工兵分队完成的第十四次轮换交接,第十五批维和工兵分队第一期对一百名官兵,于十二月十一日乘坐包机飞抵任务区,抵达任务区后,他们迅速部署到三个任务点,与第十四批维和工兵分队展开对口交接, 据了解,这次轮换交接各型车辆装备120余台,各类物资器材3000余项,过去一年,第十四批副苏丹达尔富尔维和工兵分队,出色完成各项维和任务,全体官兵获办联合国和平荣誉勋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